人体的呼吸运动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你如果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腔壁 你会发现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胸腔壁会向外向上扩张 那当你呼气的时候 我们的胸腔壁会向下向内回味 人呢就是透过这个呼吸运动 让我们能够把空气中的气体吸入到肺内 同时把肺泡里面的气体呼出体外 在这个影片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人体的呼吸运动 不过在介绍呼吸运动之前 我们希望你要先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 人体的胸腔它是一个密闭的空腔 胸腔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你应该很熟悉 我们在介绍人体的呼吸系统的时候有看过 我现在呢用这个蓝色的笔 围出一个界线 这个是我们的胸腔壁 这个也是我们的胸腔壁 我们的胸部的这个体壁和这个横向 咖啡色的这个是我们的横格 我们的胸部体壁和横格 它围出来的空腔就是胸腔 胸腔它是一个密闭的空腔 在我们的胸腔里面有肺 好有心心脏 再来呢有这个呼吸道鼻咽喉 然后往下进到胸腔 这个气管支气管 再来呢我们的口腔往下进过烟 然后食道它也会进入我们的胸腔 然后食道再往下 会穿过我们的横格 往下进入腹腔 还有我们的胃相接 我们的胸腔呢 除了这个气管 食道 还有这个食道 穿过横格往下 和胃相接的这几个通道之外呢 它是一个密闭的空腔 第二点呢 我们希望你要注意到的是 我们的肺 它是由肺泡所组成的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我们的肺泡 这个是我们的肺泡 我们说肺泡壁呢 是有一层皮膜细胞构成的 非常的薄 之所以要这么薄 这样子肺泡里面的气体 才能够和肺泡表面的 围血管里面的气体进行交换 所以我们的肺泡非常的薄 它是不含肌肉组织 那没有肌肉的收缩 我们的肺泡呢 它并没有办法主动的收缩跟舒张 所以当你吸气的时候 气体进来 我们的肺泡会胀大 当你呼气的时候 气体呼出去 我们肺泡体积会变小 这个胀缩呢 它完全是被动的 并不是因为它含有肌肉 自己主动的收缩跟舒张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人体呼吸运动的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吸气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肋肩肌会收缩 我们的横隔肌也会收缩 肋肌肌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在我们胸腔里面 这个横向 这个淡黄色 一条一条的 就是我们的肋骨 我们的肋骨和肋骨之间的肌肉呢 叫做肋肩肌 当肋肌收缩的时候 我们的肋骨 它会向上向外 扩张 在肋骨上去 在这个图里面 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的横隔肌 那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横隔肌 它也会收缩 横隔肌收缩的结果 会造成我们的横隔下拉 位置会下降 所以我们说肋肩肌收缩的时候 肋骨会上升 横隔肌收缩的时候 横隔会下降 于是我们的胸腔体肌 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大 胸腔是密闭的空腔 它里面的这个气体是固定的 那当你的体积变大 里面的压力就会变小 所以外面的气体 就很自然的 会进到我们的肺里面 我们的肺泡会胀大 肺的体积会变大 这个是我们的吸气 那当我们要呼气的时候 来看这个图 呼气的时候呢 刚好相反 呼气的时候 我们的肋鲸肌会放松 我们的横隔肌也会放松 所以我们来看 好肋肩肌放松 这时候我们的肋骨会下降 我们的横隔放松的时候呢 横隔肌放松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横隔 它的位置呢 会上升 所以你看看 这时候我们胸腔的体积 跟刚刚吸气的时候比起来 是不是体积会变小 好 我们说肋肩肌放松 肋骨下降 横隔放松 这个横隔会上升 这时候我们的胸腔体积 就会变小 相对的 它的压力就会变大 那这个胸腔压力变大 去挤压到肺泡 所以肺里面的气体 就会呼出体外 这时候 我们肺的体积就会缩小 我们的人的呼吸运动 就是透过这个肋肩肌 横隔肌的收缩和放松 造成我们的肋骨 还有横隔的位置会改变 进而呢 造成我们胸腔的体积改变 造成胸腔压力的改变 所以气体就可以很自然的 进到肺里面 或者是从肺呼出体外 那造成这个肺的体积改变 同时呢 也完成了呼吸运动 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气体 透过呼吸运动 可以和外面的这个气体 进行交换 这个是我们人体的呼吸运动 的体积carbon 的体积 也是在脚里面的